近日在四川雅安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工作人员在整理红外相机数据时 发现了一只雌性大熊猫多次带着幼崽现身泥巴山狼道 这段视频拍摄于2021年12月10号 视频中大熊猫妈妈正在树上做标记 她的幼崽则缠着妈妈玩耍 今年1月7号同一台红外相机再次拍到这对大熊猫母子 工作人员介绍 自2019年秋季至今已经连续三年拍到大熊猫幼崽的影像画面 在前面对对餐厅在摄影上摄影中 播放一项响 侍�之后 点击 制作人员